大家都知道侯佩岑会来是高情商 是许多人心中的女神代表形象 甚至一再将她描述为天王周杰伦的白月光 侯佩岑主播出身 容貌端中学历高且处事稳妥 完美也是大家心中对她一直挥之不去的形象定位 但如今她的口碑却直线下滑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她的故事吧 1978年随着一生啼哭 侯佩曾咕咕坠地 此时懵懂天真的她并不知道 自己的一生注定要披上假面世人 而她的不平凡还要从母亲林月云开始说起 作为一名闽南语演员 林月云凭借着出色的外貌和心知口快的性格 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 但在1977年她未婚先孕的消息不禁而走 不久后媒体们又马不停蹄地丢出了一个重磅新闻 原来她途中孩子的父亲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规中密友的老公侯世红 背叛好友勾引其老公知三当三 而侯世红也被林月云勾得五迷三道 三番五次的暗示妻子郭美纯离婚 奈何郭美纯死活不肯松口 侯世红也只得作罢 在林月云怀孕期间 时常带着她出去玩乐消遣 就这样一年后侯佩曾出生了 她出生时大眼睛圆脸蛋 光是看着一押血雨的她 大家都纷纷惊觉长大后 她一定是个美人胚子 林月云长袖善舞八面玲珑 侯佩曾五岁的时候 侯世红仍然没有做到承诺的离婚 于是她潇洒地和对方告了别 投入了邱家雄的怀抱 不仅如此 她还退出娱乐圈 专心当起了邱家雄的情妇 邱家雄以地产发家 但背后靠的是发妻蔡贵赵的帮助 侯世红领着林月云来家里打麻将的时候 蔡贵赵和林月云一见如故交为了好友 之后林月云还是用了老套路 勾引了邱家雄 林月云的生活中 除了男人便只有孤女侯佩曾了 于是她从小就对侯佩曾要求盛世严格 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盈盈微笑礼貌待人 这是侯佩曾从小被教导的行为 整年后的侯佩曾 还在遵守母亲严格的门禁 晚上11点前必须回家 侯佩曾曾经坦言过 自己因为顶过一句嘴 就被妈妈泼了一身牛奶 从这样的童年状态看来 她并不大敢逆反母亲 所以听话是她能为母亲与自己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所以她一路努力的从学业到事业都没有让母亲失望过 即便到了成年以后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 与之恋爱都需要为自己打上叛逆的标签 可见她对于母亲是充满畏惧的 在这样的高压生活下 她逐渐养成了听人说话下菜碟的本事 微笑更是成为了挂在她脸上与之共存的面具 长大后的她不仅工作能力出众 在为人方面更是挑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 不少人等着看她的笑话 却被她表现出来的完美无暇挡了回去 她的一颦一笑都似设定好的程序 令人如沐春风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对她近乎偏爱的崇拜 毫不夸张地讲 但凡接触过她的人 几乎没有人讲她的坏话 完美人设总是遭人嫉妒 当她与周杰伦的恋情突然爆出时 她的口碑急剧下滑 2004年 周杰伦发表了自己的专辑《七里香》 为了宣传自己的新专辑 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出席了四次侯佩曾主持的节目 俊朗才子 知性美女 二人眉目传情 不经意间蹭出了爱情的火花 届时 蔡依林和周杰伦的绯闻正传得沸沸扬扬 周杰伦和侯佩曾恋情的曝光 一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媒体拍到了两人同游日本的照片 照片中 周杰伦身穿黑色羽绒服 动作轻迷地将手搭在侯佩曾的肩上 这无不向众人传达着一个消息 他们恋爱了 年轻的周杰伦莽撞青涩 只想着给自己的爱人一个名分 他在被拍后就召开了记者会 公开承认了恋情 可是大家并不买账 对二人大骂一番 说周杰伦是劈腿男 侯佩曾是出轨女 这时候又有人火上浇油 在前一年猛追侯佩曾摆出大正式的连胜文 发表了一封特殊的情书 就是这一封情书将侯佩曾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连胜文的痴情和侯佩曾的无情形成鲜明对照 让这对本该深受祝福的情侣一时间成为了重视之地 而最终造成两人分开的还是侯佩曾的母亲林月云 侯佩曾虽出身不正 但是却从小被林月云的两个男人拥护着长大 无论是吃穿用度还是教育眼界等等 都是与豪门名媛不相上下的 在林月云的百般阻挠下 侯佩曾终于不堪内忧外患选择了举手投降 周杰伦也对外宣称二人的关系到此结束 这段轰轰烈烈的恋情在种种原因下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不知是心灰意冷还是在遇良人 侯佩曾又再度抛出了重磅新闻 2009年他和仅相识三月有余的黄柏骏闪婚了 黄柏骏是台湾富商青年才俊 比侯佩曾大四岁 家族保守财产十亿 当年相识三个月后便火速同居 之后黄柏骏向侯佩曾求婚 二人很快走入婚姻殿堂 婚礼上邱家雄作为父亲出席 侯佩曾挽着邱家雄的手臂 俨然一副父慈子孝的场面 婚后侯佩曾偶尔会在微博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一家人其乐融融 不过在2018年 有网友爆料侯佩曾的公公去澳门豪赌输了三千多万 一时间引起网友热议 且不说豪赌的是 此前爆出黄柏骏身家上十亿 却还不起父亲的欠款 许多网友纷纷调侯佩曾是架了个假豪门 不过侯佩曾也出来澄清过 表示自己和老公并不知道公公欠下巨款的事情 虽然诸多猜测 但他丝毫不受影响 去年三月 侯佩曾宣布怀上第二胎 替大儿子贴一个弟弟 结果他因为心脏比例偏大压到肺部 遵遗嘱提前剖腹产 出生后 宝宝因患上ABO新生儿容血症 住进家户病房 之后又到妇幼诊所继续观察 度过两周艰辛治疗期才出院 侯佩曾在社交平台上自爆生产过程 直言当时小儿子出生的时候就不能呼吸 医生还让黄柏骏签病未通知书 所以当时两口子的心情是非常的糟糕 但最后黄柏骏还是含着眼泪 签下了病未通知书 他还表示 直到现在医生仍找不出病因 小儿子需要经常去医院书血 这让黄柏骏一度忍不住在医院崩溃 但为目则刚 侯佩曾反而变得更加坚强 他在产后一个月 带着与病魔斗争的小儿子回家 并守善与小儿子合影 看来是健康了不少 今年侯佩曾带着老公和妈妈 参加了综艺节目《婆婆与妈妈》 在这档综艺节目里 二人的幸福生活被撕开很多细节 展示给观众看 然而这一次侯佩曾的高情商人设 全面瓦解 甚至有了老公像是租来的讨论 在老公开会议视频时 他不断刷新自己的存在感 一会儿问是吐司还是鸡蛋 一会儿问炒蛋还是煎蛋 这让黄柏骏不得不从工作中 剥离出来 回答他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也导致他的工作进程被一再耽搁 黄柏骏拿他无可奈何 只能一再向屏幕对面的合作伙伴道歉 同样的矛盾频频出现在这个家里 两人消费观念的不匹配 侯佩曾的家境优越 从小吃穿不愁 而黄柏骏虽然身为亿万富翁 却是自己发家致富 对平时的吃穿用度并不奢求 而且夫妻俩的默契度也不高 两人的情绪经常不在一条线上 不仅他们看起来不愉快 还经常让观众陷入尴尬之中 侯佩曾总是把黄柏骏当作没长大的孩子 两人不像在过生活 反倒像是他养了三个儿子 横在他们之间的林月云 也是阻挡二人感情的一个难题 节目拍摄黄柏骏和侯佩曾度蜜月时 黄柏骏拉着岳母的手走在前面 后面留着侯佩曾一人寂寞落单 这个场面看了让人十分不适 窒息的操作还在后面 工作一天回到家后 黄柏骏觉得有点累 侯佩曾主动提出来帮老公按摩 没想到林月云第一时间 让女婿坐到她身边帮女婿按摩 手部动作非常鲜熟 在黄柏骏的身上按来按去 还打去说自己是38号济师 然后侯佩曾也加入了进来 母女俩一起上手 对黄柏骏全方位按摩 后来直接把她推倒在沙发上 有人说林月云对女婿的言谈举止 有点过火 尺度有点大 就算自己的亲生儿子 成年以后也要适当避嫌 更何况这是女婿 不过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都不同 黄柏骏爱这个家庭 爱老婆侯佩曾 尊重自己的岳母林月云 所以她只能接受这样的 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方式 可以说侯佩曾的人生 像是一个圆形轨道 一旦她没有符合母亲的期待 就证明了她偏离了 这个圆形的轨道之中 她不愿意去尝试 也不敢去尝试 换完这个圆形 才是她的人生目标 希望她将来能够摆脱母亲的掌控 拥有一个自己决定的人生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